夏天要来临了各式水上活动续世代发花联市公所在中华国小游泳池 举办了同心守护安全同行的系列活动 邀请到专业的教练指导学童水域安全意识 也透过水中游戏实际让孩子们在水中活动当中学会自救技能 随着夏季即将来临各式水上活动续世代发 花联市公所在中华国小游泳池举办同心守护安全同行系列活动 市长魏佳燕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孩子掌握水域安全知识还有自救技能 在享受水上活动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 那今天举办的这个活动是教导孩子们在不管任何的一个水域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今天是由我们夏立地我们游泳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何志群 何主委特别的来教导我们所有今天报名的孩子们 一起在水域要特别注重哪一些的安全 那刚刚在致辞的时候也特别跟孩子们说 不管是要到海边或是西边 那除了家长陪同以外 请记得千万不要贸然的一个下水 那如果家长带到西边的话 也特别的要注意到山上有没有下雨 甚至于溪水从上而下有没有比较浑浊 都要特别的注意那在这边也希望说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 在比较安全的一个水域能够进行一个消暑游泳的一个活动 今天非常多的孩子跟爸爸妈妈 那我想我们未来花莲施工所也会办理更多这样相关的一个 儿童知识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吸收进去避免不必要的一个危险的部分 这次课程特别邀请到三位专业教练为小朋友讲解水域安全知识 教练从如何辨识危险的天气与环境开始 指导孩子们应对突发状况的水中自救技能 活动中还设计各种水中游戏 这些游戏可以增强小朋友的水性 也让他们在互动中学习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市长渭教砚强调希望这项课程可以建立学生们水域安全的正确观念 一起为花莲孩子们的安全守护 介络会欢迎室报道